留下来的,放眼世界 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 建尼地正经,冯志正 欢迎回到今天,建尼地正经 今天我们趁香港没什么特别重要的新闻的时候 就跟进一下DSE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上星期 我们开始在邓飞议员先发起质疑DSE海外大学 究竟认不认受之后 我们开始看到考评局 一些学校校长议会 又或者一些专业的教师组织 开始纷纷发声明出来 开始为DSE海外认受问题 作出澄清、补充和解释 今天我相信是一个好的时候 出来总结一下 这些解释、澄清是否能够回答我们心目中的疑问 又或者是否能够回答教师心目中的疑问 从而我们才可以理性地去分析一下 计划一下 究竟香港学校学生未来和将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讲两部分 一个就是考评局的回应 第二个就是反思问题 先讲一讲 其实在邓飞议员立法会的时候 去质疑着DSE海外认受问题的时候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已经很早就立刻出个新闻稿出来澄清 我没有记错 他还要说是凌晨 不是凌晨 他放工时间之后 立刻更新到网站 一些未交文件的网站 即是海外大学 都立刻把admission link 入学资料的连结 放在海外资历认可的部分 顶着一些洞洞 不要看得这么糟糕 好像有79间大学 不承认DSE那样 然后第二天他再发新闻稿出来 再一次强调 至今未见有大学 于2024年或之后不再接受文憑史 作为入学的资历 这也可以说是香港考试评议局 非常快地反驳邓飞的行为 但我们当然要再看一看 究竟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在昨天也有少少跟进报导 但不是在坚尼地政经 而是在商业电台88190生.com 如果大家要听回 其实可以听回光明顶的录音 应该上个HK2Bar的Apps 你就可以听到 我们就访问了杨泳宇博士 说DSE认受问题 考评局高调反驳邓飞 究竟他中间关键在哪里 我们看到反驳是否一个很合理的呢 你问我 他有些位置是澄清了少少的 待会我们也会讲一讲 他澄清了哪些位置 究竟哪一个位置 DSE今日的认受性是安全的 另外什么叫做认受性呢 我们再看一看 因为我们再找了少少资料 究竟海外大学 包括劍桥、NUS 新加坡国立大学 这些著名院校 怎样看一些另外的考试 例如内地的高考 将它对比 我们怎样反思DSE的问题呢 首先第一 大公文汇报 其实也在早几天 非常好地 再一次邀请邓飞 说出来 这是2月2日的讲话 所以应该也是最近的 也在说 他就说 近日有议员向教育局提出 是否有海外大学不再承认DSE的问题 有什么议员呢 就是教联会建制派邓飞校长立法会员 不是说你是你那个 其实 这个可以说 是大公文汇保底的方式 因为邓飞今次统了一个这么大的马蜂窝之后 其实大家全世界要一起保底 总之他回答他 现在就无所谓了 DSE国际的认受性未受动摇 考评局澄清快捷 邓飞校长也在他社交平台说 就说 考评局反应快捷迅速澄清 和更生了外地院校的成绩要求列表 DSE的国际的认受性从来没有受到动摇 值得点赞 事实上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学生 从来都是知识基础扎实 学习能力强劲 亦都是海内外知名大学的抢手学生 而DSE课程和考试成绩的专业性 亦都是毋庸质疑得到各大学的普遍承认 这就是邓飞他在这个社交平台写出来 但是再一次说 整件事是怎样来的 你以为是我们找的吗 我们有空去看看究竟考评局是怎样的 杨荣宇博士当然跟考评局不太合适 但你以为他也有空的吗 他又有空的 然后又有空收下一些老师爆料 都没有空去搞到教育局 整件事怎样出来的呢 就是1月25、26日 在行政长官到立法会进行答问的时候 邓飞议员在立法会做一个口头七信 这里就是口头七信 内容其实是关于文憑市的一些抢人才 海外认受的问题 但是施晋辉答完 不知道邓飞议员是否不满意 就爆了出来说有七十多间学校不承认 当时是怎样说呢 看回整份报纸 就是看Now Now的说法 邓飞议员 那我不知道这七十七间大海外大学 自此后不再承认用文憑市报读海外大学 亦或其他原因 局方有什么方法 确保文憑市在海外的竞争力 不会差过IBA等其他考试 第一次这样用的字是否不承认呢 或者这种质疑人们是否承认呢 是邓飞议员 这是Now的新闻 这个声道头条 亦是说 邓飞指出 现在若有六百多间非本地院校承认DSE 一半是内地一半海外 当中三百多间适用于2024之前的DSE考生 本年到起DSE考生减少七十七间海外院校认可 他惯着政府如何确保DSE在海外的竞争力 这就是声道的头条 也不是民主派 肯定不是立场和苹果 虽然他承认了 但起码立场一定不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其实都是从这一单而起 所以为什么这单新闻才能炒起呢 就是因为是由前通识科老师 在考评局做通识科委员 回答这个问题 杨永宇博士说 其实可能邓飞校长是知道 他今时今日的DSE是有少少动摇的地位 所以他一直很提防究竟海外是否承认 但这就是诸心的论 因为古人的动机我们不知道 他觉得是一个佛洛德的舌头的嘴唇 就是Floyden Sleep 就是这个 总之是鬼柏后尾枕 就是用中文去解释 不知道 不过我们没有可能去猜度 但我们知道这件事出来之后 实在牵连甚广 除了香港家长很关注之外 老师都马上来澄清 这个就是香港辅导教师协会 其实辅导教师协会 你听过中文 你以为他做吩咐的 英文你才明白 就是以前我们香港有些很出名的崗位 虽然我们一世人都只见他一两年 就是那些什么 Career Master and Guidance Master 就是以前我们有些什么 升学及就业辅导组 通常在你以前报Juplus的时候 你才会跟这些老师去沟通 不然你平时都以为他是教化学 教数学 原来突然间就是 其实我是辅导组老师 其实这班辅导组老师 一直有一个很长久的会 这个是很老旧的会 以前是何校长做主席 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他 因为我很少再跟进 辅导教师协会 又是立刻出声明出来 就本地学生以文贫士成绩报读 海外院校之回应 当中他马上说到 根据前线升学辅导老师的经验 香港学生报考海外大学 或者大专机构的时候 包括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府 均必须提交 香港学校老师提供的 文贫士估算水平 这个估算也是大学和专门机构 评估申请人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以英国大学为例 他们会以估算成绩 开出有条件取录给申请人 只要文贫士放榜的时候 文贫士实际的成绩合乎条件 他就能够拿到学位去海外读书 今天我们也看到 至今未有个案在申请海外大学的时候 文贫士成绩不接纳为认可之力 所以没有认受问题 这里带出了两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 第一就是今天没有事 2024没有事 我相信2025也不知道 起码2024的Conditional Offer 是能够出出去的 还是承认了文贫士的 第二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在用英国大学的说法 就是Conditional Offer 我早一点告诉你 如果你拿到四个五星星 我就给你个位置 这个就是这样的换算出来 听起来 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据色 待会我们就看到 其实真真正正 我们正在问的问题是什么 疏离一下你就会知道 第二 亦都说过 就是海外院校和修生系统 有时候会就个别学系 需要申请人提供其他学历证明 或者额外的考核 海外大学对于外来考生 一般都需要提供英文能力考试成绩 例如IOS、TOFO 文贫士成绩和学生替学生提供的文贫士估算成绩 一直被考虑 亦都不见得排除在申请文件之外 开始这句有点浓烈 它很正面 事实上它也说得很中立 它说 你这份DSE的文件是接受的 不过有时候学校就要拿其他考试成绩出来 例如IOS、TOFO 但是你的DSE考试 我们都见到海外学校是接纳的 这个位置你又开始作为家长 你又开始问 我的认受性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呢 我只想一个市考完就不用再考其他东西 这些才叫做认受性 是不是 本身是想着这样想 其实不是的 认受性的意思就是 我给你一份文件收不收 现在确立了的就是 它会收这份DSE文件 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 究竟之后我们会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辅导教师协会就说 本会认为个别院校未及时向 考评局更新资料 与所谓院校公开不承认民憑使之力 是无关系的 后者有误导嫌疑 引来不必要疑累 公众不应作出多的过多解读 所以我今天也做多一集出来 跟大家说回 我们真的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他不是不承认 起伯今年不是不承认 他亦是你写一份文件 他收的 就好像你去找工作的时候 你送一封recommendation letter 给他 他是收的 你写一封CV给他之外 再给一个covering letter 他那间公司是会收的 绝对会考虑你封covering letter 在建功的时候的重要性 OK 大家找个工都知道 covering letter 你找check GPT 写都一样 很多时候老闆都不看covering letter 我也很少见人再看covering letter 看完份CV screen了第一部 接着再interview 那时候才慢慢看信 但不要紧 你送covering letter 我们是收的 好 另外 另一个教育评议会 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议会 通常是由一些教学的大学 中小学校长 以中学校长为主 以及一些教育的研究人员 退休的校长等等 组成的叫做教育评议会 教育评议会 相对地和以前教联和教协有点不同 因为以前教联和教协 工会味比较重 教育评议会 一般就少工会味 通常是作出评议 有点像在早年代 有个组织叫做教育眼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就是由大学一些教授 例如王显华教授等等 去发起一个相对地比较中立的组织 但当然教育评议会 今时今日都 你说中立都不算特别中立 因为他选举的时候 我记得教育评议会和教联 是试过一年出一个互相夹来 去打教协的 要是教协对教评 要是教协对教联 要是教协对教联 但anyway 他没有那么工会味的议会 他就说 教育评议会在1月31日的时候 他都向会员学校查询 知识海外学校本年对于DSE的修生安排 没有什么变化 包括牛津剑潮 也陆续向学生发出有条件取录 也说明今年的Conditional offer 是OK的 也说过 有会员学校校长去英国大学的修生署代表查询 他们说绝大部分的英国大学都会继续承认DSE 所以大家要澄清 没有不承认的问题 OK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 都开始多人出来澄清 究竟那件事情的真相是如何 但真相是如何呢 你会发觉现在还是好像心有戏戏言 好像差点 一会我会慢慢告诉大家 原来我们心目中的疑问是什么 首先再看考评局的新闻稿 他就说 看清楚下去 他说他已经慢慢将些东西更新 在海外的升学之力的网站上 你看到过去 其实它全部都是一些PDF file 那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是一个table 例如说写下究竟你需要考到些什么学历 需不需要英文要求等等 这里就会左手边 第一个column 就是一些考评局问的问题 右边的column 就是那间院校回答考评局的问题 然后送给考评局 那就是有一个PDF file 但是右手边就很不同了 右手边就是原本是有些PDF file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其他本身是洞洞 才导致邓飞不断问问题 为何七十几间不见了 原本他就说七十七间 让杨荣宇博士去数一数七十九间 包括剑桥等等 最后当晚就将这个孔孔 由空格变成了一条URL 变成了一个超连结 看出来 这个超连结 你卡进去的时候 其实是一般的 有很多都是那些收生要求 那当中究竟是不是 那个院校没有寄回PDF 给考评局 还是考评局做不及呢 我相信后者居度 尤其是没有理由 简单来说 那班院校不理香港的考评局 不交文件 我又觉得 他这个什么态度呢 又反映了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 也不能够猜度 不过我想点进去那条URLINK 看看发生什么事 另外就是 考评局也说 兼桥大学为例 网站已经上载了 有关文贫士考生的一般收生要求 包括申请入动的学生 需要在公民及社会发展科 取得达标成绩 余下三十间院校的一般要求 都会适时更新 另外YUKUS 即是英国大学院校招生事务处 上年亦更新了网上申请系统 接纳了2024年之后的文贫士考生 包括公社科在内的成绩 去申报英国大学和专上学院的课程 其实现在在派定心院 他还未交文件 但网站更新了 OK的 就点到网站看看 这间就是加拿大非常好的学校 UBC 我知道有一些网友 应该是来自Waterloo 我不知道中文译吗 没理由译是Waterloo大学 是吧 Waterloo 其实Waterloo 也是在加拿大非常出名的大学 但我上一次 因为没有用它做例子 就好像以为它不出名 不是的 加拿大有太多出名的大学 不过BC的省也是这样叫的 所以大家会认识BC 但是先拿着为例 这个就是教育局提供的网页 我们按下来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UBC的网页 里面包括记下了国际考生的要求 然后写下来 写完进去之后 其实它就着每一个地方都是有写的 我按下来 其实它显示了香港的 也真的正如这个政府所说 DSE 其实是要有 那我们就收的了 最要紧要有四个Core subject 和两个Elective就可以了 四个Core subject 就包括中英数 和现在的公社科 那就OK的了 好 所以这个是收身的 那你就立刻放心 就是放下心头大石 哦 还承认的 你还可以拿来申请的 然后我多手卡了一下 我卡了China China它也承认的 你可以用会考 用高考 用高考的成绩 拿来报UBC 都得 没问题 你开始觉得 怪怪的 其实我老来想什么呢 再下去 NUS 这个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DSE 成绩 亦都是四个Core subject 三个Core subject 和两个Elective 三个Core subject 其实简单来说 它应该不用公社科 这次 中英四 sorry minimum四个Level 3 Core subject sorry 我看错了 原来四个minimum Level 3 Core subject 即是它没有更新 因为你四个Core subject 里面是没有什么 中英数公社科 公社科没有Level 3 代表不代表 其实它这个是没有更新的 很明显 很明显 我根据杨泳宇教授所说 杨泳宇博士所说 它是说 有些LINK 还在用旧东西 这间应该是其中一些旧LINK 不要紧 再看 NUS都可以高考都可以 拿高考result 再加TOFO IELTS 就已经可以了 又是有点不时尾移 所以其实不是尾移在哪个位置呢 就是原来在我们 如果是用这样的comparison 你就会知道 原来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 是问错了 我们不应该问 究竟今天DSE回考 是否认受不认受 而是多大程度认受 因为我们拿着最minimum的程度 例如说 我们不用minimum的程度 用一些比较其他的考试 例如说高考的来讲 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写下去入学资格 就等于你去传一张CV 和Application Letter 和Covering Letter 给求职一样 究竟求职的人 是会看些什么呢 他会不会看你平时 你喜欢不喜欢钓鱼呢 你喜欢不喜欢游泳呢 其实你在CV上面写游泳 他会不会reject你呢 那是不会的 但是你写着 原来你也喜欢游泳的 那我们是一间 你申请救星员 当然游泳很重要 但是你申请做会计 我申请Big Four 我喜欢游泳 那你写在CV上面 有没有用呢 也不会退回那份CV给你的 那你做一个Covering Letter 有没有用呢 我其实今时今日 我都觉得是没什么用 因为九成九 第一个视频 是电脑的Excel Screening Sort Out 它 Cut Off 它 扔回给你 所以Covering 就是文字量例 好不好呢 好的 我会收起它 所以用这个 刚才 我们只要比较在中国高考 作为一个例子 那你就会知道 其实它是没有应受不应受的问题 你考过时 它照样参考你的东西 不过问题就是多大程度应受 你从其他地方考试入学的成绩 你就会知道 劍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劍桥呢 他也是用了 他今时今日真的要更新的 就是 那个的成绩 就没有再列明多少个Core 总之 你所有Core要Level 5 然后要五星 在两个或者更多的项目上面 我就可以给一个 就是你最minimum的入学资格 你就达成了 不过高考就未必得 他就说明了 国内的高考就是 Suitable Preparation for Cambridge 但是那些有竞争的applicat 那些申请人 就要去demonstrate 其他一些学术的能力 我们才会去收生 这个说法 就真的看到了 原来 究竟是有差别的待遇 就真的越来越似 我们开始想的事情 譬如说 我们今天 33222 够入到医学科 医科最低收生要求是多少 33222 是不是 你就试试拿33222 入不入到这个 香港大学医学院 我也开始想 港大是否收33222 医学院要求 应该都是一样的 所有大学的minimum 都是 但是大家知道 33222是读不到 抗医学院的 其实我们真正的问题 是问什么呢 就是DSE 是不是一个硬支力 这个其实我们是 core的问题 就等于今天 我们调回 我们鬼不知道 那些钱 我们是收紧人民币 收紧美金 收紧港元 那如果你是美金的 我就知道你在世界上 大概兑多少钱 你是人民币的 我也知道 人民币我没理由不赚 你交人民币 你试试在这个channel里面 试试给这个 stikers 给这个YouTube 你试试给人民币 我们一定收的 是不是 我们怎么会不收人民币呢 不过问题就是 DSE就像港元那样 究竟它是近多些人民币 还是近多些美金呢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今天它很近美金的 还是7.8 但是它什么时候会变成人民币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港元是应该硬 比DSE 因为 那港元我也没什么信心 你当他就是一个硬 之力的问题 就是我们是否取得到这些东西 第二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的澄清 是强调着今天的应寿性 不是强调着未来的应寿性 如果我们知道,其实今天我们仍是硬学历,硬知力 几年之后,我的认识性会不会多大程度认识不同了呢? 正如说,我们比Conditional Offer有条件取录,会不会兑换率高了呢? 今时今日,可能我的师兄师姐是在收紧五星星,几个五星星就可以了 但在我下一代或下几层的师弟,如果上几层收三三二二二,下两三个师弟那两个学历,他就收三条五或四条五 你就会知道,对换率不同了,其实我们的准备又不同了 所以所谓的多大程度认识是一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记住一个很有趣的情况,这个是我们以前的Marketing Funnel 经常说的 我们上面的就是越来越收紧,底就是我们的目标 每中间我们会飞走一些人和飞走一些选择的选择 其实我们的顶就是说,如果在小时候,海外大学作为升学目标之一 千万不要想着我们一心一意去海外大学 你读得DSE,然后报海外大学那些,你应该是想买两票 你一想着有什么就在香港,坏的就去海外 差的,或者不是叫差的,有其他大湾区选择的 你可以选中国大陆用DSE考生入,去台湾的跟联招入 所以一个DSE是报四个地方的考试 以前DSE的威力就在这里了 所以海外大学是作为我们升学目标之一 by the way,考评局从来不提的 今时今日有没有这个通识科呢? 台湾都照样考虑你的DSE 所以大家放心,台湾支持你 这个很不同 我们再看 在这个海外大学问题上 我们很小时候就会用海外大学作为目标升学之一 然后中三中四的学生就专心一意准备DSE 放弃其他考试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四年只能够考一个试 你不要一次叫我考十几万个试 除非我很聪明 又或者一些考试是很共通 例如IOS等等 但是我们就报读了DSE课程 就考DSE 有部分学生会收到有条件取录 但是最终那条件都是用DSE成绩作为申请 然后大学在海外取录 中间这里有一个wide gap 这个gap是什么呢? 就是DSE和入学要求的兑换 而红色这些字并不是掌握在考生上 红色这一格是掌握在海外大学 所以今时今日几年之后的兑换 会不会提升了呢? 会不会比较少了offer呢? 会不会像内地大学生或者其他大学生那样? 大家收到有不同的考虑 你要记住 中国13亿人去考全世界的大学 香港700万人去考全世界不同的大学 当然不是整体700 城市和国家的差距 人口数字就差这么远 但是你看到在其他院校 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多 但是不是按比例多得这么紧 肯定不会是全球六七十亿人 你没理由每六个劍桥学生有一个是中国人 你也不觉得有这么大的数字 比例为什么低了呢? 原因就是在兑换率上 和在大学取络的编号上 其实某程度上是压低了内地的高考学生 甚至乎在美国的一些STEM和科技技术的学位里面 是故意降格了很多香港或者中国的留学生 这也是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中三要买到外国大学 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日子 我们的家长要很早放弃其他考试 一心一意谋发展去考DSE 这个阻碍要起码等四年 如果今天DSE是有什么移动呢? 其实我们的家长就不能说今年才作出反应 其实要四年前作出准备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 辅导教师协会考评局的回应 他都未能释取疑虑呢? 因为他很强调了今年没有事 因为我也相信今年没有事 现在问题就是四年之后 但我们这个也未知的 我们四年之后再想 还有有机会大学的取录在外国 有时很坏的 他不是不取录你 他反过来就是劍桥不取录你 但是Foundation School取录了你 就是识你读多两年的Foundation课程 尤其是英国的大学越来越穷之后 整个一天叫香港的学生 读多两三年Foundation 就是他的有条件取录也好 等等也好 都是识你读一读Foundation才过来 这个呢 你可不可以说他没有认受性呢? 不是 也一定有认受性 不过兑换率就差了 那你说不是啊 他也兑换率很高 不过以前人家是直入的 现在就等你一两年了 不要紧的 钱解决到的问题 另外 其实也要再讲一讲 我们生涯规划科 或者我们之前所说的 那个叫辅导科 就是career master 现在的名字很少叫做 升学及就业辅导 通常大家改个fancy的名字 叫做life planning 就是生涯规划 但是生涯规划科 在教育界推了这么多年 是一直都有盲点的 有两个 还有有编号的 盲点其中之一 很简单 就是香港的主要教师 不是一个在全球的院校很多network的人 而事实上 教师的networking 是这么多个行业 不算特别高的 教师很inward looking 或者我们这样说 是很小圈子的东西 原因是教师货担和工作很繁重 不是怪有教师 不过问题就是 当他的货担和等等很繁重的时候 他的国际联系性 比其他商界弱很多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下 我们去听生涯规划科的时候 用教师作为他的意见参考 就要先考虑第一个情况 究竟香港教师和外国的商界 和外国的领事馆的联系有多大呢 你知道有几间领事馆 是很主力做推广海外升学的 当然你说我去大陆升学 那当然是香港教师可以找领事 但是有另外其他国家的领事 甚至乎台湾的住台湾的办公室 台北办 香港教师其实他在今时今日的情况 就有点尴尬了 这个就是他的盲点 不是说他不好 他以前有些好老师很好的 我记得譬如说 我可以提醒一下 在港岛里面有一间中学 直资学校 全球考IP考得很出色 那间中学有一个老师 美国升学的技术和知识 是深入了很多外面的中介机构 但是这些老师不多 只能这么说 这种是我们看到的盲点 第二个就是偏好问题 这个就是我最近的 也不是最近 几年前我在香港直资研究所工作 在做应用教学研究的时候 就已经遇上了教师组织和校长组织 对于升学有一个特敌的编号 这个编号是什么呢 就是要保持他们在香港的分路上 这个分路上 一定是中一、中二、中三、中四 因为当时我们有提出过 可不可以中三之后 误读高中课程 让他早一点进入应用学习的技术 然后有些学生没有这个能力 早一点让他去做Apply Learning 直前训练 让他起码出来找到工作 你明明一个学生 对所有的学术追求 都不是太有兴趣 但他整车想做整车 想做机械维修 想做飞机维修 就早一点扔出去 在那些职业培训之前 補回基本的中英数 然后再去职业培训 就拔走他在学校就可以了 但我记得当时 我们出这份研究报告 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来自一些校长和一些教师组织 原因很简单 不是纯粹直资学校问题 连津校也是 因为一般观众学校有两格影响 是去决定了学校的资源 一个就是中一 九月十几日 大概十五日 九月十五日拍一张照片 究竟你开到多少班 然后按班就拨款 这是中一的 去到第二次影响期 是中四 中四那时影响 就决定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拨多少班的资源 给那一间学校 但当时我们的建议 就是中三叫学生离开学校 中四去一些应用科技 应用学校去读书 例如去VTC 又或者当时经常去那些 航空学院 九巴学院 中电学院等等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 我受到很大的校长组织 和教师组织 其实主要不是校长组织 是个别的校长老板 和教师组织 去反对 原因就是 我这样拔走的话 有一批低组别 又或者收生成绩 比较不好的学校 他会在高中的时候 流失了一大批学生 那里会立即有学校问题 所以你会见到生涯规划教师 在今时今日的会的偏好 如果我们当时也有这样的压力 你会知道大家 其实是会有一个疑问 是巩固DSE 和继续留在那里 不是说DSE不好 我只是说 如果我们用单从他的意见 是有疑问的 去到最后 其实我一向的解释 或者我相对的说法是 你不要放弃其他考试 就行了 保持你的选择 我们最后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告诉大家 让你子女 有得选择 就选择所有东西 跟着我们才去 摆招项目 跟着我们才去做 原因是因为 有得选择 真的差很远 但是 今时今日放弃其他考试 应该不是一个选择 而且现在的阶段 都不会是中三中四 才想外国升学 你现在看到 英国升学是小学生 开始想的 但不要紧 但这一个新的转变 其实我们就要开始 认识一下 而且我们开始 家长要做多一点 资料搜集 最后讲一讲 明天星期六日 我们的英国和美国 的升学讲座 真的可以进行 大家应该在昨天 今早的时候 都收到一条zoom link 收不到的那些 其中一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英国升学 应该爆了 爆了的话 那天我们下午 4点香港时间 就会讲zoom的讲座 大概3点55分 我就会传一条 神秘的youtube live 的link 你就可以看到 但是看完之后 我们就会删除了 youtube live 就可以确保 我们再包多少少人数 因为我们的zoom account已经爆了 英国和美国等等 明天星期六星期日 星期六的下午 上午11点 就美国 下午4点 星期日就英国 另外也给大家消息 如果大家在英国的话 星期六日也是 雷丁 香港人社区中心在雷丁 搞了年宵 星期六日也有 四十档的小食档 听闻很棒的 另外 在美国的德州 在Texas的Ossiden 星期六都有一个精彩的 庆生年的聚会 又有糯米饭 又有鸡蛋仔 这个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个星期就有些台北书展 不过这些活动 我们之后才慢慢和大家分享 今天时间差不多 不如我们明天回到来 《堅尼迪正经》 应该起码有一集 《经济老汉世界》 明天有KC博士 后日会继续有其他节目 明天回到来 《堅尼迪正经》继续 为什么你记得我说过的话 因为你很重要 只要有爱 就可以将好像小石头的小孩 变回棉花糖小孩 希望学最新他本《小石头》 带大家共建同理心 为什么你这样也学不懂 这句话会不会是你的心声 有没有想过小朋友 到底为什么学不懂呢 希望学新绘本 文字总是看不懂 和你一起看懂 读写障碍小朋友的内心世界 香港人还可以在哪里看到新闻呢? 眼见记者的流失 编制的减少 資深记者的离职 令到新闻资讯开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记者 分析完单新闻 播出的时候又怕又怕 所以在这里 我愿请大家支持我们 堅尼地球的制作团队 简单透过一个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动向和资讯 如果大家行有余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们youtube频道 去收听我们的深度分析和专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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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